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娱乐党中央节目 今天的新闻可谓是热点满满 我们首先来聊聊李子柒的付出 这位网红在停播近四年后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 流量瞬间爆表 一天内吸引350万粉丝 观看量更是破亿 不过 网友却发现他在视频中出现了错误 让他成为了黑粉攻击的对象 引发热议 接下来 我们要关注的是黄晓明的新片 戴假发的人 这部电影在上映首日票房却只有56万 让人不禁感叹47岁的一场恋爱 竟然让他陷入如此窘境 黄晓明在面对外界的质疑时也不得不道歉 这样的情况真是让人心疼 最后 我们来看看斗靖童的时尚之路 他在上海时装周的晚宴上惊艳亮相 母女神似的画面引发了广泛讨论 王菲的基因果然强大 斗靖童不仅在音乐上不断突破自我 也在时尚界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 李子柒的付出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短短一天内 他的粉丝数激增350万 观看量迅速突破一次 创造了多个记录 然而 在赞美声中也伴随着争议 网友们注意到 他在视频中出现的错误字 成为黑粉公鸡的把柄 甚至有人质疑他的文化水平 这一事件 让人看到网络时代的双刃剑效应 李子柒在重新获得关注的同时 也面临着更严格的公众审视 腾讯 黄晓明的芯片 戴假发的人 自上映以来票房惨淡 首日仅收获56万 至今累计票房仅300万 而该影片的拍摄成本高达一亿 损失惨重 黄晓明为了这部电影自毁形象 减重30斤 并剃光头发 却未能赢得观众的认可 随着他的恋情公开 负面新闻频出 观众对其形象的认知 也发生了改变 这场恋爱 不仅未能为他带来好处 反而成为了他事业上的滑铁炉 令人唏嘘不已 腾讯 窦镜彤近日在上海时装周晚宴上的亮相 引发热议 他与母亲王妃的相似度令人惊叹 网友纷纷表示 一眼认错为王妃 窦镜彤不仅继承了母亲的音乐天赋 还凭借个人努力 在乐坛展露头角 成功举办了个人巡演 他在国际名流聚会中 游刃有余 与多位国际巨星同台 展现出非凡的社交能力 尽管背负着王妃的光环 窦镜彤依然坚持自己的音乐追求 努力赢得外界的认可 展现出他作为新生代音乐人的潜力与魅力 腾讯 廖凡主演的现代反间谍剧《宿迪》 迎来了引人注目的大结局 剧情紧张刺激 吴玉与张池之间的恩怨终于达到了顶点 吴玉历经19年的追踪 终于锁定了张池的位置 准备结束这场速敌之争 在求婚黄霄的关键时刻 他却因张池的爆炸事件 不得不暂时离开 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追逐与战斗 吴玉最终受了重伤 观众以为他已死去 但剧集却给出了反转 吴玉实际上是伪装成假死继续卧底 预示着新的追踪即将开始 尽管吴玉的牺牲令人心痛 但他与黄霄的感情未能圆满 也让人感到遗憾 腾讯 近日 赵薇及其公司 西藏龙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因为履行法院判决 被执行8488元 成为被执行人 赵薇在2016年 曾因控股万家文化 而受到监管处罚 导致他及其丈夫 被进入证券市场5年 并罚款60万元 这一事件虽然金额不大 却反映出他在商界的波折与挑战 显示了名人背后的复杂法律问题 及其对事业的影响 腾讯 香港艺人谢东敏 与女友朱志贤宣布分手 结束了长达7年的感情 两人曾因朱志贤与已婚男演员的绯闻 而备受关注 谢东敏在舆论压力下 选择了宽容与支持 尽管他曾被称为暖男 但这段感情的结束让不少网友感到欣慰 认为他终于摆脱了绿帽侠的称号 朱志贤的事业因出轨事件受到严重影响 而谢东敏则被期待 能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迎来新的机会 腾讯 金鸡奖红毯的星光异议 众多明星以各自独特的造型亮相 成为当晚的焦点 雷佳音凭借在人世间的出色表现 获得金鸡奖影帝 展现了成熟稳重的男性魅力 王一博则以一身黑色西装 展现出优雅与帅气 令人印象深刻 赵丽颖身穿粉色礼服 气质高贵 尽管未能获奖 但他的演技早已深入人心 而55岁的陈红 以大胆的透视群惊艳全场 展现出成熟女性的性感与优雅 相比之下 关小彤的造型却显得不尽人意 令人担忧他的审美选择 腾讯 在金鸡奖的红毯上 众多女明星各剧风格 展现出不同的魅力 李庚熙身穿银色身V吊带裙 尽管造型略显尴尬 但他的年轻活力 依然吸引眼球 钟楚熙则以暗红色长裙 展现古典贵气 优雅端庄 赢得观众的赞赏 佟丽雅的紧身李群则凸显了他的完美曲线 笑容温暖 令人难以忘怀 相比之下 金鸢的造型显得平淡无奇 未能展现出他的个人魅力 整体来看 红毯上的表现 不仅是对个人风格的展示 更是对女明星们自我管理与审美的考验 腾讯 素敌中 廖凡的哭戏 令人印象深刻 成功诠释了 男儿有泪不清谈的深意 在剧中 他饰演的吴玉 因无法履行家庭责任 而痛苦落泪 展现了角色的脆弱与孤独 廖凡通过细腻的演绎 让观众感受到 角色内心的挣扎 与情感的深度 另一场与猪猪的哭戏 则展示了吴玉 在爱情中的犹豫与不安 令观众为之动容 廖凡的表演 不仅让人感受到 男人的情感深邃 也让我们体会到 哭戏在影视作品中的重要性 成为了一种典范级的演技表现 永夜星河 大结局升华 林妙妙沐声穿回现代 木瑶 柳福一遗憾 该剧自开播以来 以独特的剧情 和演员们的出色表现 吸引了众多观众 故事围绕林妙妙 与沐声展开 讲述了他穿越到书中世界的 救赎与爱情之旅 最终 四位主角联手击败大妖 拯救了世界 沐声为了保护林妙妙 牺牲了自己 而在现实世界中 林妙妙与福州重逢 福州的成长与改变 也为故事增添了深度 尽管结局圆满 但木瑶与柳福一的遗憾 也让人唏嘘 观众们在感动之余 不免对这些角色的命运 感到惋惜 对不起 我气剧了 小巷人家大结局太离谱了 编剧真有你的 这部剧在前期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尤其是林宫一家 让人羡慕 然而 随着剧情的发展 成年装图男的故事线 逐渐占据了大部分戏份 令观众感到失望 最终的大结局中 彭飞的缺席让人心碎 原本吸引人的故事线 被冗长的爱情故事淹没 观众们对编剧的选择感到无奈 认为整部剧的质量在最后几集大幅下滑 尽管豆瓣评分仍高达8.1 但观众心中的不满 显而易见 柳妍和男友一起逛剑财城 多次被拍 已好事将近 44岁的柳妍 在事业上稳步发展 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单身 但最近被拍到与神秘男子一同外出 似乎暗示着她的新恋情 两人被拍到逛剑财市场 猜测可能是在为新房装修做准备 柳妍曾在节目中透露自己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最终因缘分味道而分开 如今 她似乎找到了真爱 期待与对方共享未来的幸福 尽管柳妍的感情历程坎坷 但她依然坚强独立 值得被爱与宠爱 腾讯 在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 尽管雷佳音和李更西 凭借出色表现 获得最佳男主角和女主角 但仍有五位演员 因未能获奖而感到遗憾 其中 王传君的表现 令人印象深刻 尤其是在孤注一掷中 他将角色的复杂情感 演绎得淋漓尽致 然而却再次与最佳男配角奖 失之交臂 赵丽颖和徐帆 同样因未能获奖而感到失落 尤其是赵丽颖在第20条中 展现的精湛演技 让观众对她的期待更高 尽管沈腾和玛丽的表现 也备受认可 但最终却未能如愿以偿 这让人感叹 实力派演员在颁奖典礼上的不义 腾讯 金鸡奖颁奖典礼上 导演陈凯歌的举动 引发热议 他在与张艺谋握手时 表现出的傲慢态度 似乎反映了 他在电影圈的地位和心态 尽管陈凯歌在行业内享有盛名 但他在领奖时的冷漠和缺乏礼貌 让人对他的职业素养提出质疑 相较之下 张艺谋的谦逊 和对观众与演员的尊重 形成鲜明对比 让人不禁思考 导演在电影行业中的真正价值 陈凯歌的态度 不仅让他在颁奖典礼上显得孤立无援 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他作品质量的质疑 腾讯 在《小巷人家》的大结局中 相鹏飞的缺席成为最大遗憾 他从贵州农村走来 凭借自己的努力逆袭 成为了一个懂得感恩 知恩图报的人 尽管他在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帮助了许多亲人和朋友 但最终却未能与大家共享团圆的喜悦 编剧似乎将相鹏飞视为工具人 忽视了他在整个故事中的重要性 观众对他未能上桌的遗憾 无疑是对角色塑造的一种失望 希望未来的作品中 能够更好地展现相鹏飞的成长与爱情 给予这个角色应有的重视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